已經執行了三十次公頃薪紙 一張附層二十次公頃 就是之前種的 以前種的 前面三年 兩年 到今年都種的 都是要做一些主義的工作 也會去做病殺防護民的工作 我會繼續來做一個標誤培育 因為政府資源有限 民間的力量是無窮的 所以在文化經會員支持下 也執行一個規劃 跟我們合作還按照理 現在大概是三十一公頃 種了將近十萬顆的鈴木 這我們執行大概十六公頃 然後執行大概十五公頃 那種的數量大概都各自一半來做篩植 那107年 面積比較小一點 差不多也是跟今年的面積 差不多大概三十公頃 就是三十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在屏東那邊的 一個檯案名的營造 這是比較前期的 然後中間的 然後在侵蝕之後 去做一個公開的情形 那這個原本是銀河灣的入侵地 但還沒有動作的時候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就剛剛的一個方式 那這邊比較 跟地方不一樣 這邊有落山坡 那就是從山上吹下來的坡 然後會影響人物喔 那我們也會去做一個適當的一個小公領 然後把樹種進來 這剛種的時候 它就是九年 然後過了兩年 樹已經長起來了 那我們在這邊喔 因為銀河灣它就是動作植物 然後它有一個銀河灣樹 它會補它 就是它不讓其他植物進來 然後它種子量多 所以才會造成如果沒有去管理 它變成銀河灣的植物 那銀河灣它是露青植物啦 它很低 然後對一個生物也比較 然後生物狀況性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會去盤起粉乳的一些樹種 像說我們要把香濕樹啊 龍樹 然後大葉山蘭啊 竹煉 這些樹木把它種進來 然後因為香濕樹是粉乳的樹種 而且它現在都很需要 因為它是主要的香菇的一個材料 讓它長成太鳳包來種香菇 所以我們這邊會選擇香菇 會選擇香濕樹 而且它經過研究它的根 可以比銀河花還長 還深 所以它可以競爭過銀河花 那它也是構割植物 然後會有根流去 你會把山的一些土壤 所以其他的植物搭配進來呢 就覺得有養分 然後它就可以長很好 那再來就是第四年的一個情形 就是把銀河花還都已經換成一些粉乳的樹種 加一些木毛環 你看也是作為保護我們這些領木的一個助手 然後這個經過通拆 這個子已經達到目的 已經達到立刻了 而且是靈造物色的一個情形 那這一部分呢 因為我們的能力人有限 所以就沒有去做 還沒有去做一些生物觀察 接著我們 我們那邊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老鷹在上面飛 有些鳥在上面飛 它有老鷹層 下面有一些電子類的縫物 然後昆蟲 這些都有 我們都有看到 樹上也有一些蠻稀有的 專一性的譬如說在那個海南果上面 就有看到那個蚊蟲 然後老實說那個是南專一性的蚊蟲 那覺得說 其實這樣子有慢慢把一些生物 營造進來 那我們整個效益呢 就是剛前面所看到的 除了會保護我們博物保安 然後鹹掌飛沙 陽城 然後防風啊 接著就是可以做一個生物棲息的場所 那接著呢 我們如果營造成功 它比較冰封的地方呢 或許也可以作為森林密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像說水航物品 那個 我看它開花蠻多的 上面也有蜜蜂 那白千層啊 這些都是可以做一個 一個希望說對我們的農業經濟 也是很有幫助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就下面呢 就是有效果了 可是有一些是有那個 就是這幾年我們接受企業監管所營造的一些情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西星他們當南山來做任養 他們專門做對沙里的工作 那像說就是 一百零年八一二十一要當重營 可是一下子那個 那個在九層那邊 然後台風四面 整個就摧毀了 那他們還是很有責任的繼續做 然後隔年的午夜 已經其實已經堆滿了 那他們有指導我們算這個沙量 其實也是蠻大的 然後接著就可以在上面種一些植物進來 那這個在戶櫃角這邊 都同樣的效果都已經呈現出來了 那經過他們的 因為那個執行長 他是那個 辦家大學的教授和有專家 所以他就都有幫我們計算那個效率出來 他這個植架也是都已經定化了 那這個是在腦梅這邊 都已經看那個沙都已經可以跟那個 飛沙林一樣高了 那這個 原本是這種行程 然後經過他們也是雇用一些工人來做一些 飛沙林的一個工作 那再來就是那個 剛剛也有報告過了一些海岸的一個規劃 那所以我們才要持續的來進行一個海岸的一個 一個 規劃的工作 那在桃園 我們看到那個清潔的現象 所以以前都成為的主委 我們去看 他說你看海警署 海岸清潔的一個標榜已經沈默在海裡面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持續的做 那像 大家政府單位也都是各自努力啦 像水利署的部分呢 他們可能會在離岸的地方堆那個 離岸底 那效果也蠻好的 像南部地區呢 它就是適當的距離做了離岸底 然後整個沙堆積起來 還像那個類似這樣 光光圓圓的 蠻漂亮的 然後也做到一個很好的保護工作 那這個就是海岸一個 所以沙都很嚴重 然後甚至都把那個海邊的領域都吹倒出擊 那海邊呢 也都有在做一些 例外執政的保護工作 他們要求苗目 我們都會給啦 也會寄出支援 好 那這個海岸快說 剛剛有講到 沙子呢 也會把樹木淹沒 像說這個淹粉已經很有狀樹下去了 然後這個沙子 然後把木馬黃煙的資料 這樣埋下一個小小的 那這個都是透過我們那個行道 所以去做一個歷史性的一個看的情形 然後那個照理前啊 禮物出席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單值 那再來就是 因為一些建設功能 也是因為政府的需要 然後它相對的可能會破壞到我們的禮物 那這部分也是大家要互相協調 然後自己來做一個故意的工作 那像說2014年也可能的 海岸年有這麼寬 然後它漸漸的一個 天然沙漢或是做其他人會破壞 然後漸漸的縮小 然後最後呢 因為蓋了一條 這個公路的 或關於的半空期 更為了20空期 那也是有實生一些 海岸年分水的微信一下 那最後就是 就是因為那個剛剛執行長也有講的 就是執行長也有講的 就是執行長也有講的 就是因為那個氣候變遷 那樣的沙漢 所以海岸年它是兼顧著一個 保障連海地區的那個國家國安 還有就是生命財產 所以我們對這個地區的生活生態生產 我們會聚集的來做一個 營造那個海岸的造影 然後經過完整個冰海地區的營造 那以上就是 跟他合一個報告 那謝謝大家 謝謝 很高興的領務局的蕭博士 那我們也請總監幫我們 製政輪的小禮物給我們領務局 這個領務局的工作 剛剛聽完以後會聽得很清楚 整個領務局 為我們的國土安全 國土的保安 農漁業的產量等等 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整個過程中 我們認識了很多職務 以及政府所做出來的結果 那麼我們相信 我們的公益熱心不退的話 我們臺灣這個美麗的體態 整個臺灣的外型 要再成為胖蕃族的機率 這個職業可待 所以我們謝謝林務局 那更為我要感謝林務局 在我們建設活動裡面 提供給我們的免費的素苗 謝謝 接著下來 我們會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 在後面我們備有茶點 請各位一架到後頭 用臉小茶點十分鐘之後 我們再回來進行下半場的演講 謝謝大家